大家好,我是麦子体验的讲师魔镜的 这节课我将继续为大家介绍Git的一些基本操作 这次上节课讲,将自己的一个项目通过GitInit处置化 将项目与Git版本库关联 之后再介绍着通过GitAdd命令 将我们的项目添加到版本库中的赞成区 第三步,我们通过GitCompete命令 将暂存区中的目录数提交到Must分支里面去 我们可以通过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再来将上节课的内容回顾一遍 我们进入GitTest的目录下面 可以看到上节课我们将index.html添加到了版本库 假设我们现在的项目中又有了一个新的文件 我们取名为style.css 我们通过GitStatus的命令查看 会发现我们在工作区中添加的style.css文件 没有被跟踪 也就是说没有添加到版本控制中 可以通过GitAdd命令将style添加到暂存区 大家记住第一步一定要将文件添加到暂存区 之后我们再通过GitStatus的命令来查看这个文件 可以发现我们已经将这个文件添加到了暂存区 此时我们需要将这个变化进行提交 我们通过GitCommit命令 上节课我们也介绍过了 在这个地方输入我们提交的信息 在这里我先不输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GitCommit-m的命令 来在这个地方输入我们这次提交的一些信息 我们添加addstyle.css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将style.css从暂存区添加到的must分支 我们可以通过GitStatus的命令来查看 可以发现工作区里面已经没有任何需要提交了 在这里有一点我需要强调的就是 这个-m后面的提交信息 有可能大家会嫌麻烦 干嘛要写这个提交信息 因为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 整个项目并不是由你一个人来开发 当然有的时候就算是你一个人开发 在几个月前你提交的项目做了哪些修改 你可能也会忘记 为了便于自己和其他人查阅 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将这个提交的信息写清楚 每一次提交做了哪些修改 否则的话像有一些人每次提交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打两个X 这种习惯是非常不好的 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所以不建议大家这样子去写 一定要将这个提交信息写清楚 好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将两个文件添加到的版本库里面 并且提交到的Must分子上 当我们做了这些提交之后 我们需要查看提交的记录 也就是说 我这个项目我提交了几次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GitLog命令 我们回到课件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GitLog命令 这里我执行一下GitLog 可以看到我两次提交的记录 其中这个作者 就是我之前第二节课讲的 那个配置信名和邮件 已经提交的时间 而这个addindex.html 以及上面的addstyle.css 就是我上面所说的GitCommit-m 里面所添加的消息 如果大家不需要看到这个作者和提交日期 可以将这个命令带上one line的参数 也就是一行显示 就可以看到提交的版本号 以及提交的信息内容 所以如果大家每次提交的时候 将提交的信息写为xxx 那么你查看你提交的日子 就会发现 你所有的message全都是xx 所以你就不知道哪一个版本号 做了什么事情 好 我们继续讲 BeatMV和BeatRM命令 如果熟悉Linux同学都应该知道 MV就是修改文件的名称 RM就是删除文件 那么GitMV和GitRM 也就是相应的修改文件名和删除文件名 也许大家会好奇 为什么我一定要用GitMV 我直接用MV就不可以吗 当然GitMV和MV都是有自己适用场景的 好 我们现在添加一个文件 叫做my.js 然后可以通过GitStatus查看 我们这个my.js是没有被跟踪的 我现在需要将这个my.js改名为main.js 我们可以通过命令MV 将my.js改为main.js 我们再来查看 这个时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就和普通的文件名修改的操作是一样的 假如我将这个main.js添加到版本控制器中 我们再来查看当前的状态 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新的改变需要提交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用mvmain.js 将它改变为my.js 我们再来查看此时的状态 它这里面会有一个提示 有一个未跟踪的my.js 但是前面两个 它又会说 我们有一个改变又要提交 但是它又发现我们暂存区 也就是上节课讲的stage 或者说index 里面又将这个main.js给删除了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mv就感觉到很奇怪 我们将一个文件添加到暂存区 但是我们又将这个文件改名了 然后暂存区的目录数 又找不到的这个文件 当然因为我们将这个文件改名了 它肯定就找不到了 此时我们提交 看一下 使用mvmin 我们再来查看当前的状态 它会除了提示 my.js之外 它还会提示 在暂存区里面 找不到main.js这个文件 我们可以通过 git.rm将暂存区的这个文件删除 或者用git.checkout 将main.js删除 我们就用git.rm 将这个暂存区里面的 js删除掉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查看状态 我们需要将删除 暂存区里面 main.js的操作 进行提交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查看状态 有一个未跟踪的 my.js 所以我们发现 我们想将暂存区里面的 my.js改名为main.js 如果我们直接用mv 首先需要将以前的文件 给删除掉 然后将这个my.js 添加到版本控制器里面 再去提交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 删除以前的文件 再添加现在的文件 然后再进行提交 当然这些操作的前提是 我们将这个文件 add到暂存区里面 也就是说 git.mv是对暂存区里面的 文件名进行修改 而不是对工作区里面的 文件名进行修改 这点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git.mv是对暂存区 只有我们将这个文件 添加到暂存区 我们才可以使用 git.mv对它进行修改 如果还没有在暂存区 大家可以直接使用mv对它进行修改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将my.js 添加到暂存区 然后我们查看一下状态 我们需要将my.js进行提交 回到前面的需求 我不想叫my.js 我需要将它名字改为main.js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git.mv的命令 将my.js改名为main.js 然后我们再来查看当前的状态 git status 可以看到当前有一个 main.js的文件需要被提交 好我们提交一遍 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就将my.js改名为main.js 并且成功提交了 所以这个git.mv是对添加到暂存区里面的文件名进行修改的 好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git.log命令 来进行查看 我们提交的次数 可以看到刚才我们用use.mv去修改的这个文件名 然后我们用 记住 我们是用原始的mv命令 修改暂存区里面的gs 然后这个提交动作是我们刚才通过git.mv命令 去修改暂存区里面的gs 刚才讲的可能会有一点点绕 大家一定要记住 mv是操作 还未添加到暂存区的文件 git.mv是操作 添加到暂存区里面的文件 那么同理 git.rm也是这个道理 好 关于git.rm的操作 我们下节课再为大家介绍 好 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